大飛翰天娜 夏寶龍 我們港澳辦主任 就是我們香港的一哥 我們香港的一哥 當然不是李家超 是夏寶龍 他來香港探訪六天 甚至出席立法會 跟著建制派不停地說 不是我們講他就聽的 他下來是直接接觸民意 我不知道他接觸的所謂的民意是哪裡來的 正如他發表的 他說香港亂的根源未跟隨 遊行並非表達訴求唯一的方法 希望香港拼經濟 炒股票 跑馬 跳舞 賺點錢 我不明白亂的根源是什麼 講不清楚 其實中國共產黨講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說你未完 那你告訴我怎樣未完 跟著總不知道就是未完 亂的根源究竟是什麼 講得一點都不清楚 只是說反修例風波 現在猶亂及字 點迷之字 更加不需要我們香港人清楚 只要他知道就行了 至於說我們香港越來越好 不要搞對抗 我想問是政府對抗人民 還是人民對抗政府 為什麼有兩百萬加一的人會出來遊行 他這裡也說遊行非表達訴求唯一的方法 是 沒錯 遊行非表達訴求唯一的方法 我記得 由民選的議員告訴當日的特首 反修例是不行的 結果你不理會 跟著這個香港人很擔憂 跟著你不理會 跟著輿論告訴你 不能夠立的 立的當然不是國安法 立的當然就是那個所謂的叫做送中條例 借用陳同佳 跟著全香港幾乎有六成的人都告訴你 你不立得 結果我們政府一意孤行 香港人將訴求告訴你 跟著怎樣 一萬人遊行 跟著你不聽 十二萬人遊行 跟著到什麼 到一百萬人遊行 跟著到二百萬遊行加一 結果都見不到 特區政府有任何的回應 才導致了過去的年幾 風火連天 夏寶龍不說得對的 遊行非表達訴求的唯一方法 但是大家都明白 為什麼你看到好像林鄭月娥 當日說土地大辯論 關卓照說明日大如可以的 也是對的 但是不能夠做得太大的規模 只能夠用到那裡就夠了 結果 林鄭月娥說的是什麼 所謂專家 直接把關卓照這些人的意見 全面這樣打下來 表達訴求 是真真正正 是不需要遊行的 以前港英政府會有李文虎 有民政局去接觸市民 跟著有太平紳士 也都有三級議會 不是兩級議會 當時是有三級議會 跟著做什麼 區議會 立法會 區議會和立法會 很多人會在地區辦事處 去反映民意 結果民主派 佔全個香港最大多數的民意基礎 因為它大概至五成半至六成 全面這樣打下來 即是說 我們想正常渠道 反映給政府聽的渠道 是哪一個封殺了 跟著就剩下愛國者治港 那當然 這些所謂的愛國者 是不是真的愛國 有沒有我這麼愛國 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問題 就是只有一種聲音 而更重要的 很多是利益關係 到今時今日 還有的所謂的關外隊 清一色 全部都是建制派 他們在這裡拿盡資源 那為什麼 一些善意的提醒都不可得 政治不容許 這樣我們只能夠 政治不容許 民意基礎 區議會 變回諮詢機構 都好 那真的有些 真真正正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參與者 都不行 我很想 很想不要遊行 我不想示威 哪一個希望七月一號 大太陽一路曬下來 可以做得到 請願訴求是要有的 零七零八雙普選 一二零雙普選 所有你們答應了香港人的做法 完全都不行 跟著你令到香港人要走上街頭 很多人已經給了他的意見 而你是應該全面這樣聽得清清楚楚 結果 你聽 嗯 我收到了 租 是怎樣 有目共睹 那你可以說 哎呀 香港最重要 大家賺點錢 是嗎 搞經濟 炒股票 跑一下馬 現在馬會都被人搞 是啊 你說跑馬沒問題 馬會就被人搞 你說炒股票 結果大家賺點錢 你看到什麼 TVB的股價升升跌跌 大升大跌 竟然證監會是沒有追查 我們很想炒一下股 賺點錢 結果全線的 中國的地產股 在香港崩潰 那為什麼崩潰 我也想賺點錢 哪一個造成他們崩潰 哪一個用三條紅星 直接將它打下來 哦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如果大於一切的話 那你說叫我賺點錢 我怎樣賺點錢 我們不是先知 我不知道幾年幾月幾日 輪到哪一隻股票法力 而至於所謂的賺點錢 每一個人都會有些擔心 怎樣才擔心 外國勢力 很多外國的資訊 我看不看得 講不講得 如果不講得的話 這樣資訊不流通 這樣對股票 只是人民被宰的韭菜 因為你們得到的資訊 會比人民迷多 不是想挑戰特區政府 不是想挑戰夏寶龍 但是我希望你說給我聽 是不是 我們要求很簡單 是希望你真真正正說給我聽 就好像《國安法》一樣 其實我每一天做節目 我都很想你告訴我 哪些可以說 哪些不能說 我沒有辦法去意會到你們的事情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亞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